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虽然幸福出手可及,这部剧才刚刚播出了十多集,但是这部剧的剧情实在太吸引人了,所有不少小伙伴都沉浸在了周放和宋领的甜蜜爱情之中。 该剧是由迪丽热巴和黄锦鱼一同出演的,两个人还是非常相配的,所以有很多小伙伴,都很期待两人在幸福出手可及有没有吻戏,小编也非常想知道。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虽然该剧是黄锦鱼和迪丽热巴的首次合作,但是两位实力派的合体,还是蛮让人期待的。 据悉,迪丽热巴和黄锦鱼在剧中还会有吻戏,而且还不止一次听到这个消息。 小编真的激动得不得了,幸福出手可及迪丽热巴和周放这个角色很契合,观众看剧的时候赏心悦目。 男女主细节处理得很细腻,明显能看出他们演技上的进步。 剧情一开始周放穿着婚纱,离开这一段真的太棒了,迪丽热巴在这里的感情是复杂的。 愤怒悲哀绝望和对五年感情的亲人,在这一瞬间爆发,又因为独立的性格,让他把感情收了起来,留下最后的体面。 周放不是傻白甜,他能及时放下,对待不值得的人不再投入任何情感。 这样的周放让人既爱又心疼。 宋领和周放都是有理想的青年,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,始终坚持原创设计。 宋领欣赏周放的才华,他愿意亲近所有帮助周放创办自己的品牌。 可见宋领是真的非常喜欢周放了,与之前两个人拍摄过的其他电视剧作品不同。 这部电视剧的男女主角并不是常规上男聊女的设定。 在剧中,迪丽热巴扮演的周放,是一个强势的角色,黄锦鱼的宋领也同样是个狠角色。 在这部电视剧中,大家都知道女主周放和宋领之间从刚开始互相看不顺眼到后来,两个人相恋经历了很多的事情。 周放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喜欢的宋领一直都是宋领单恋。 但是,后来在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后,宋领主动出击,终于追到了周放,这个时候,两个人才真正的在一起。 还记得前期的一段剧情,两个人一起外出时,遇到了倾盆大雨,所以就躲在了公交车站下躲雨,这个时候周放打了一个喷嚏。 宋领就很绅士地将自己的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,为了不让她着凉还强势地把周放搂在了自己的怀中,毕竟是孤男寡女周放一开始并不愿意。 当宋领将手伸过来,抱着周放的肩膀时,周放一下子就猛了,她呆呆地依靠着宋领。 当宋领有扭过头的时候,就周放还痴迷地看着宋领的脸,这个时候感觉空气都变甜了。 周放也没有想到宋领会抱着自己,这也是两个人第一次有这么亲密的动作。 当周放反应过来的时候赶紧挣扎,想要逃离宋领的怀抱,但宋领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。 为了自己不感冒,周放乖乖地待在了宋领怀里。 但这个时候她的下意识,反应却吸引了很多的网友,被抱着的时候,周放一直紧张地搓手。 并且还咬着自己的红嘴唇,这是害羞了呀,这是女朋友才会有的反应呀。 本来周放的红唇涂得非常完美,但是因为她自己咬来咬去,太紧张了。 嘴上的口红都给咬掉了许多,看到她的下意识反应,网友们都清楚了。 这个时候周放已经对宋领动心了,她的下意识举动只有女友才会这样,而且还是是刚刚陷入热恋的女朋友才会有的反应。 两个人真是有种后知后觉的感觉,明明对彼此已经开始上心,已经开始心动,但是还没有察觉出来。 两个人都是非常高傲的一种人,谁都不愿意先承认,并且还总是给对方坏脸。 网友们看到两个人已经对彼此动心了。 在喜不喜欢周放这个问题上,宋领倒是大胆承认了。 她不仅当周放的面承认,也在朋友以及下属的面承认。 但她说只是自己单恋并不打算追求人家,说不定哪天那种感觉就没了。 周放就死活不承认她喜欢宋领,甚至保证自己绝不会喜欢上这个男人。 他们俩信誓旦旦的保证,其实都在一一打脸了。 先说宋领吧说好的不追人家周放,可三天两头就找人家,还把人家骗到自己房子里住。 这是干嘛呀? 每次搞不定周放就拿出自己商方宝剑送洛洛,说什么洛洛需要周放,如果她搬出去了怎么办? 我看比起洛洛你更需要吧,周放也很吃这套就这样留下来了。 看到有男人送周放回来,就急忙下楼摸情况,还套路两个孩子约周放,打探敌方情况。 不是不追人家问那么多干嘛,打脸了吧? 被打脸的不止宋领一个周放,也没逃过真相定律,哼,不喜欢。 看到宋总在露娜家跟他闹绯闻时,那种吃醋的小表情小眼神,是不能够骗得了我们这些吃瓜的观众的。 就算我们忽略周放那些吃醋的表情,但一个细节已经暗示。 她其实很早就喜欢上,宋领了只是没有发掘而已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呢? 宋领可以在周放的家里随意进出,周放为了逃避妈妈的逼婚,她自己搬出来住。 可因为被渣男为婚夫坑,她现在经济紧张,根本没多少钱去租好的房子。 宋领得知周放的情况,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次机会。 就联合中介一起把放放骗了住进自己的房子。 放放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,那只能乖乖地住下,谁让自己没钱自己穷。 可我们看到的是,宋领可以随意进出周放的家里,她是怎么知道密码的。 难道是之前密码没有换? 这不太可能,那就是她告诉宋领的。 这也不大可能。 那最大的可能就是洛洛了,因为洛洛经常来周放就把密码告诉她,而为了撮合哥哥和嫂子,她就把密码也分享给哥哥了呗。 宋领怎么知道,周放家的密码不重要,重要的是周放竟然允许,宋领随意进出自己家里。 她好像并没有觉得不妥。 一个女人可以让男人随意进出自己家里,要么就是亲人要么就是爱人。 他们并不是亲人那周放,就是把宋总当爱人了。 周放正在收拾东西搬家宋领突然进来了,放放没有奇怪。 周放在家睡觉被洛洛兄为二人误会自杀,宋领自己输入密码闯入。 周放除了说一句,还能不能有点隐私之外,并没觉得不妥也没有打算换密码。 说到底周放已经喜欢上宋领却不自知,当然身在其中的宋领也不自知。 可旁观者的洛洛,秦卿,大侄子和我们这些吃瓜的观众却看得一清二楚。 不仅是这样,在前期的时候,虽然宋领没有明确地说明自己要追求周放,但是对于周放的心思,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。 正当此时有情敌出现,加快了剧情的发展,这个人就是周放的大学同学一直单恋周放,但是却没有表白。 回国之后发现周放始终都是一个人想要追求周放。 不过,周放却一直认为他喜欢的是秦卿。 霍承东对于自己也是非常有自信,不管是家事,还是能力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不得不说,日放其实很难抵抗的了。 不过,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宋领的出现,两个人同是情敌,但是却各有千秋。 在最新的剧情中,周放带着霍承东回家,恰好被宋领看到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面,心里暗暗吃醋。 但是,当时霍承东的手受伤了,而周放不过是帮霍承东擦药而已,不过,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亲密的。 而且,在看到霍承东的第一时间,洛洛就帮忙打听霍承东,结果却倒戈,认为霍承东非常好,反而是自己的哥哥太冷漠了,这个时候,宋领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危机了。 从话续可看到,因为男女主两个人是邻居,而且宋领经常去周放的家里。 有男女主两个人在沙发上望情用吻戏,但是没有想到在兴致最高的时候,周放的母亲过来看她,三个人正好撞见。 不过,宋领和周放都是十分的淡定。 立马起身,装作若无其事,而且还解释了两个人的关系。 不得不说,这段实在是太甜了。 而且,两个人在一起之后,两个人都主动了很多。 一个是玉姐,一个是老辣肉,两个人互相较量,同时又有情愫在其中。 这样的剧情实在是太大感了。 第一次永吻是在周放出去散心的小镇上,宋总突然出现在周放和承东的后面。 打断了师哥的表白现场,两个人没有任何言语,直接就吻上了,配上当时的烟花。 那真的是太美太浪漫了,旁边的师哥只好落寞地伤心离开。 两个人之间的吻戏给人的感觉是火星撞地球一般的是军力敌。 李李热霸吻上去的那一刻,没有眨眼,没有闪躲,一往无钱无所畏惧的样子,额外像一个霸道女总裁。 这几年,我们成功地见证了李李热霸的成长和蛻变,也给观众带来了不少的惊喜。 最近,新一季精英奖再度开始进入筹备阶段,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李李热霸更好的作品吧。 黄锦鱼出道以来,凭借着帅气俊朗的形象,一直备受网友关注。 他所出演的电视剧作品也得到了网友们的认可,在电影《红海行动》中,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虽然出道时间并不长,但是他的演技和实力都不容小觑。 到底这一次李李热霸和黄锦鱼两位演员能够擦出怎样的火花,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一路由你,随日而行,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,我们下期再会。